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23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今天發出今年首個的雙動警告 預料這幾天都特別之凍 甚至較預計 預測更加凍 最新的天氣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據報今早早在大埔鐵路碼頭 雲低的六十多歲的男子 有機會在寒冷天氣警告下游早水 現場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首度發霜凍警告 明早早高地及新界北估計會結霜 平安夜和聖誕仍然寒冷 報道機內提到天文台下午四點半鐘發出霜凍警告 是入冬以來第一次發出霜凍警告 提醒農友和有關人士 明早早在高地或新界北部 都可能會出現地面結霜 連日寒冷天氣 天文台指冬季季後風持續為華南沿岸帶來寒冷的天氣 今早早受到季後風和一度雨大影響 本港部分地區氣溫下降到6至7度 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溫是8.1度 亦都是入冬以來最低的紀錄 根據天文台的資料 約摩早上10時左右 錄得市區最低氣溫是8度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真的越夜越冷 據報明早早 甚至說新界北部有地方有機會地面結霜 各位老友機 尤其是住鄉郊的老友機 要多加留心 記得著暖一些 可能關掉窗戶 盡量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外亦講講今早早的新聞消息的進展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六十多歲的男子 寒冷警告下游早水 昏迷大埔鐵路碼頭 宋苑過後不止 報道的內文提到 一名經常是游早水的常客 在寒冷天氣警告下游水 其後被人發現 昏迷在大埔鐵路碼頭 宋苑搶救過後不止 在今天12月23日早上6時42分 一名男泳客在大埔套路港公路 大埔鐵路碼頭 發現一名姓姚六十二歲的男子昏迷地上 於是報警 救護員到場將事主宋苑搶救 可惜終告不止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懸死者安息 據報這位六十多歲的男子 當時有機會是游早水的 同一時段 那個的寒冷天氣警告並未除下 估計那些水溫相當冷 未知是否這個情況造成他的死因 還要有待了解預調查 另外也講講機場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聖誕節一年四日假期開始 機場大排長龍 有市民去台灣 無據廉價航空機票 價錢升到三千七百元 就說始終都要坐下飛機 報道機內問到 聖誕節一年四日假期 就在今天12月23日展開 香港國際機場離境人次 自從禮拜三12月20日開始 已經連續三日壓創疫情過後的高峰 機場今天依舊熱鬧 各大航空公司的登機櫃位 都大排長龍 有市民說 疫情前經常和朋友外遊 疫情結束過後的第一個聖誕節 就趁有假期商約兄弟一行四人 到台灣玩八天 就說 留在香港都沒有旅行的感覺 始終都要坐下飛機 又指雖然乘搭廉航 但是機票都要三千七百元 是平時的1.5倍 會人打算去到台灣當地 花五千至六千元不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說機票貴一貴 貴成1.5倍也好 照買 阻礙不到港人外遊的熱潮 較早前 日本城759發營警 有網民留言呼籲大家留港消費 看來就不奏效 越來越多人就外遊 甚至乎不但去台灣 去外國 北京和澳門的金巴 都大排長龍 根據HK01的另一則報道 港珠澳大橋 金巴繁忙 需要排隊 港人就說 正日 即是聖誕節正日 就回來香港 推動本地消費 當中提到 今天的港珠澳大橋 有不少準備前往澳門和珠海的市民 金巴網站顯示 香港往珠海和澳門處於繁忙狀態 即預計輪候時間一般少於45分鐘 有市民和同事一行六人到澳門玩兩天一夜 少青身邊朋友都是情侶 所以聖誕前兩天出發 就說不妨礙他們拍拖 正日 即是聖誕節正日 就留在香港 推動本地消費 支持夜繽紛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我講到去澳門玩 不過被記者問到的時間 特別說一句 支持夜繽紛 正日我就會回來的 回來香港就推動消費 是真的才好 今天機場又排隊 澳門的金巴也非常多人 看來有很多港人 在聖誕長假期 並非留在香港 另外亦轉看網絡熱話 根據網媒新假期的報道 話說有個大陸女子 食南方園 身上沒有現金 最後只可以這樣做 結果是超級狼狽的 報導幾個內文 提到這位事主和老公 去了位於中環的南方園 一嘗他的招牌 絲麥奶茶 但埋單那一刻驚蠍 原來餐廳只能夠用現金付錢 頓時感到傻眼 和驚慌失措 兩人當時唯有立即想辦法 於是安排老公留在店裡 事主到門口 詢問正在排隊的食客 能否和他微信轉帳換港幣現金 不過事與願違 可能由於太過唐突的關係 事主接連問了三個人都被拒絕 當時事主懷疑自己被人當成騙子 所以才沒有人願意伸出援手 實在是感慨萬分的 最後在無計可思之下 店員唯有出售相助 不過就按1比1匯率去計 事主給對方微信了200元人民幣 收回200元人民幣 如果按正常的匯率去計的話 換港幣其實是218元左右 換言之就是事主虧了18個多 不少香港網民都有現身解釋 就說不是不想幫 而是由於微信需要身份證 和中國內地銀行戶口 因此大部分香港人都沒有使用微信 就算有大多都是沒有錢的 就說香港本地人都沒有大陸的身份證 收不到你的錢是真的 大陸的親戚發給我的微信紅包 我也收不到 再加上突然被陌生人提出如此要求 都會容易感到惡言而拒絕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報道 這個內地女子日前來到香港 去到中環南方園 就喝她那杯私密奶茶 結果身上沒有現金 打算找食客幫忙對 即是說我微信錢過來 整個中國大陸都是用微信很方便 不過就沒有食客願意這樣做 真的大陸越來越多這類我過數給你 你給回現金過我 有利著數那些全部都是騙案 結果這個人最終是要在適應的幫手之下 才能夠匯款 另邊相說到就虧了那個匯率 也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可以給錢 另外也說說這件奇怪的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屯門街坊最期待 華刀商場聖誕裝飾的照片風傳 網友說今年漂亮了 報導的納文看到 今天屯門牛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屯門華刀商場聖誕裝飾 向來都是屯門街坊熱議的焦點 今年的新裝飾近日終於出爐了 繼續保留聖英出身的場景 再加上這個汽水罐聖誕樹 不少網友一看就大讚 這個系列的裝飾 永遠都沒有令人失望 話說去年商場也有同系列的聖英出身的裝飾 但就相當簡陋了 沒有其他的人物 只有一個較大的聖英玩偶 孤零零地躺在馬槽裡的白色箱裡 附近有一棵沒有飾物的聖誕樹 當時有不少網民認為 因為這個佈置簡陋到令人尷尬 更加少子這個聖英 就變成棄英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屯門區居民的熱話 話說原來屯門區的華刀花園 每年的聖誕裝飾都會成為區內熱話 更加去年那個裝飾就有些簡陋 有少少肉蒜 就扮那個馬槽 這個聖英就是一個公仔 有點隨便 結果去年拍了一張照片 已經成為熱話 今年也沒有令人失望 今年就漂亮了 旁邊的聖誕樹 就由很多個汽水罐來扮出來 令人變相更漂亮 有些顏色 也都仔細一點 說那個的裝飾都挺漂亮的 成為了地區翠民 好,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